今天這個公案對誤導相當有幫助 這個公案在早期的時候 大概三四十年前 我有參過這個公案 我現在把那個拿出來的公案都比較容易的 那些混藍的公案 叫做藍透的公案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我今天把它找到最容易參的 所以這個公案的標題叫做古今未謀前 要講這個公案之前 我要先把這個前提 一定要把六指的誤後所講的那個 所以說我們修行誤導 在我們的這個 自信的理程裡面 我們在三界裡面 陀吃陀末 無量節來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有那個陰聯 有那個機會來碰在一起 你看有多難 多難 我們早期的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要參學 本來參數就不多 會的人就很少 要問也沒得問 也沒有詩可以看 你想看詩也沒有 那在那一種 大部分都是 一般的那個神教的那個迷信的思想裡面 長大出來的 那個這個社會呢 要去參禪悟刀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所以說 那個 我們的那個六指揮能大師實在真了不起 他一個 不是什麼字 而且環境也不是很好 他聽了金剛經以後 就有這樣的能力 幫我們講出來的這一句話 我們三藏十二部經 還要讀了好久 好久 好久 好久的那個三藏十二部經 才能找到六指的這一句話 六指在 五指幫他接引的時候 練了那個 金剛經的《印無所至》和《生其心》的時候 他聽後以後 就誤道了 誤道以後講了說 何其自信 本自親近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本自棄直 何其自信 本如動搖 何其自信 能生萬化 我們的自信有五種功能 本自親近 本不生命 本自棄直 本如動搖 能生萬化 這個東西 在你們一看起來 好像很簡單 這個沒有什麼 你們一看就過去了 你們沒有辦法了解什麼叫親近 沒有辦法 你們都要親近就親近了 就親近過去了 什麼叫我們的自信不生命 不生命就不生命了 就這樣過去 你們沒有辦法去把這件事情 這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無量解 在陀吃陀冒 生生死死 就是因為我們不了解我們的自信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我們的自信 所以才會有這個三界輪迴 才有生死 所以說 如果說 我把它講出來 講得很親近 對你們來講 還只是一個意識心 你們還是沒有辦法 棄至你的那個 真正的那個 你的那個自信裡面 我們說 我們本自親近 大家都是親近 他講的這個 我們的自信的功能是 不管是釋迦摩尼佛 不管是六子 不管是馬子 不管哪一個主事 只是我們所有的那個泛夫佐治 統統一樣都有這個功能 都有這個自信 本自親近 本不生命 本自棄直 本如動搖 能生萬化 但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拿出來呢 因為我們沒有悟到 沒有悟到的時候 你怎麼樣講 都在外面的意識心 為什麼叫做親近呢 如果你沒有親近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看 沒有辦法聽 沒有辦法 所有的那個都沒有辦法 因為你就是有親近的結信 你才能夠感覺到 會聽得到 會看得到 會聽得到 會刺摩 會有這個感受 但是你們因為 雖然是這樣 但是你們會隨著這個感情而流走 沒有辦法棄至你的真正的這個 親近不生命 本自棄直的那個親近結信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公案 要講這個公案之前 先給你們了解 我們有這個功能 然後我再來講這個公案 這個公案叫做 古盡未磨前 古盡未磨死 這個公案是南康津 雲居小遜禪師的公案 南康津當然也是在江西 雲居山也在江西 都是江西的地方 是洞山小遜禪師的地方 是洞山小遜禪師 所以他說 跨津的那個都是我家上去的 南康津 雲居 小遜禪師 他參洞山 參洞山的時候 他是參洞山 有一所悟道的時候 一日日日 武昌 行起 武昌就在湖北 武昌在湖北 他講說 一日日 武昌 行起 因為我們之家人的比丘 叫做起士 脫波 出來脫波叫行起 他講說行起就是出來脫波 就是像普通一樣的時候 一日 就有一天 跟普通時後一樣的出來脫波 在武昌的地方 行起 叫做來脫波 所謂 劉基師 這個劉西師 我把它查起來的那個公案裡面 他應該是那個 簽判劉金城 基士 簽判就是判官嘛 判官的那個叫劉金城的基士 這劉金城的基士 他字叫做新潮 他是参那个至海禅师 参那个至海禅师误道的 所以这个刘基斯是误道的机制 不是普通的一般的人 所以一日小迅禅师 他一日就是到武昌去脱波的时候 所谓就是他也是故意要来找刘基斯 来脱波来向他化眼的意思 要来找刘基斯 所谓刘基斯 基斯A 老汉有疑问 因为人家来求他脱波的时候 他也是佛教的人士 刘基斯说老汉有疑问 若香气即请开师 若不香气即请环山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问 如果你答得来我就供养你 开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要讲堂要怎么样 他就有办法供养你 这是叫做开师 所以说老汉有疑问 若香气即请开师 我就请你 我就供养你 若不香气即请环山 如果我问了你你还没有办法不费的话 你还是再回去山上再去修行 就是这样 吃家人已经有悟道了 来找这个基斯 这个基斯比他厉害了 这个刘基斯就说谁问 就谁问这个小讯禅 小讯禅师说 古静未磨石如何 古静未磨石如何 我们现在没有古静了 我们现在都是玻璃静 以前古静都是用铜的 我们台湾有一个歌剂叫做 衬衬磨镜 衬衬磨镜 为了要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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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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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磨镜了 以前的镜子是用铜做了 你不磨的话 它不亮没有办法照 所以古静未磨石如何 这个大家先把这个这个古静的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讲出来 不然你我们现在人不晓得有什么是古静 现在都是现在的镜子哪有古静 古静未磨石 就是这个镜子放了很久就很老了 就很那个的时候 古静未磨石 这个小讯禅师就说黑是漆 没有错嘛 镜子还没有磨 以前没有办法 张张兮兮的没有办法照 说黑是漆 那那个刘吉斯又问了 说A 磨后如何 那古静如果磨后了如何呢 那个小讯禅师说 A 说照天照地 照天照地 没有错啊 古静未磨剑的黑色气 镜子磨火以后就很亮 都可以照天照地啊 这个刘吉斯长吉 这个长吉就这样 却请上人环山 环山 你们不会啦 请你环山再去回去再修行啦 这个刘吉斯好厉害哦 不是出家中呢 这个修行有修到这样呢 不容易哦 所以我们不要轻 我们 我们济世 现在我们这些都是济世 那你们 悟到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因缘在这个 两大人互相研究的话 你们听一听 多听几个公案就会了 以后人家有 人家问你 请你开始 你就问了 就是说古今未磨死之河 看他怎么打 但是那个刘吉斯 例如说 请那个小胜三孙还山去 那下面这个诗呢 上面都写说 因为这个字找不到 是得没有 诗摩楼 因为四心旁一个摩 那个四心旁一个楼 我还是叫这个音读就好了 诗摩楼而归 就是很大闷的意思 很纳闷 奇怪我答你没有答错啊 古今未磨死黑是漆啊 古今未磨死黑是漆啊 古今未磨死照天照地 没有错我哪里讲错呢 我没有答错啊 什么时候叫我还山呢 他就一直很纳闷 心里面很纳闷 摩楼就是很纳闷的意思 摩楼就是很纳闷的意思 摩楼很摩楼回而归 他的师父就洞山嘛 洞山小聪就问他说 你到什么 你这次出去拖拨回来 本来不是要去请人家供养你吗 怎么这么不开心的回来呢 那失事前已 这个小聖禅师就跟他的师父 报告说 他说 刘基斯问他的古今未磨死 他说 黑是漆 摩楼如何呢 摩楼是照天照地 他就这样的告诉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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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聪禅师呢 小聪禅师呢 就问他说 那么你问我 你问我 你问我 古今未磨死 他就私底前问 这个小聪禅师呢 这个小聪禅师呢 就叫那个 刘基斯问的话 就跟他的师父讲 说古墓 古今未磨前之何 古今未磨前之何 三列呢 此气汉阳不远 此气汉阳不远 那摩后之何呢 又进后语 就是说这个 小聪禅师 问那个师父 小聪禅师 他又进后语 说摩后之何呢 他的师父讲说 黄赫楼前因五周 师以言下大悟 这不奇怪呢 那怎么会 前什么时 楚季汉阳不远 摩后以后 变成是黄赫楼前因五周呢 这一个公案当时我听了 没有错啊 人家问了 讲了也没有错啊 古今未磨前 黑市漆啊 摩后是照天照地啊 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公案呢 对你们来讲 你们也是一样 照样听了以后还是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们 后面的这个是正确的 摩后前是黑市漆呢 古墓摩后以后呢 照天照地呢 我们自信变成有两头了 就不圆满了 我们的自信是本来就不 从来也不生 从来也不灭 哪里有摩后 还没有摩前是黑市漆 摩后以后照天照地呢 变成两头了 那变成生灭法了 我们自信不是生灭法 我们自信本来就不生不灭 所以前面的那个六指讲的那一段 我要先把你们讲出来 让你们知道 我们的亲近结信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有一点执着呢 所以我们才有生死轮回 如果我们这一点执着心放下的时候呢 我们以活无疑 我们本来就是活 我们没有办法成活出去 因为我们的这一点执着 妄想心不断 就这么简单 你能够随什么时候放下 你什么时候放下你的妄想 你什么时候放下你的无名 你马上就是立地成活 所以说 修行不是很困难 但是你要会懂得那个 理论了以后 懂了以后呢 要有人带你 那为什么他说汉阳跟黄克尔螺前的鹦鹉桌呢 因为我去把那个中国大陆的地图打出来 这个黄克尔螺前的鹦鹉桌就在汉阳 它是两个是同一个地方 他自信你还没为谋之前 还是自信你的情境决心 跟谋后一样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 人家那个刘基斯是悟道了 这个小信禅师还没有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当下就悟道了 看他的行义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诗呢 诗就是小信禅师已经悟道以后了 我们这里的诗就是小信禅师 长 鸡 天衣 天衣 这个括号 天衣就是意法禅师 天衣意法禅师是那个 这个 我把这个 现在他们讲的这些都是 银门中 银门文艳禅师的法使 这个天衣意法的也是银门中的法使 那个洞山小聪也是银门中的法使 但是他们法使是法使 但每个这个诗程有点不是一样 这个 那个 小聪呢 是由德山怜密传下来的 天衣意法呢 天衣意法 是由乡林成年传下来的 传到写度重险 写度重险 在传那个天衣意法 他们是这个是有 都是云门中的法 那诗呢 就是那个小信禅师 那诗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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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诗呢 那诗诗呢 尗诗呢 那诗诗呢 真的诗诗呢 那诗诗呢 那诗诗呢 跟他們修行的時候說他的師父不對 當然他的徒弟會受不了 就起來要跟他理論 所以秀 秀 出眾 律生 七不見 元結 金 中 道 他出來要跟小聖禪師禮會的時候 他說秀 秀 出眾 律生 七不見 元結 金 中 道 他要講話要講的時候 就跟小聖禪師講說 七不見 元結 金 中 道 這個小聖禪師馬上就說 九利 大眾 律為 珍重 就變歸皇長師 就這樣 他就不理會他 他就不理會他 他說九利 大眾 律為 珍重 就走了 就進去了 這個是禪宗的一種手段 秀 秀 緣通 秀 就講說這老漢同聲四言 罵得懷和尚 他就說這個小聖禪師很了不起 同聲四言就是很了不起的意思 罵得懷和尚 他的師父都被罵了 這個事情的事故 崔元貞 崔元貞這些都是當時的大師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時候 已經來到五代 五代北宋之前的時候 在國家上是很亂的 禪宗到這個時候已經比較不行了 崔元貞點兄 他常罵師說無事慘 又有一個崔元貞的禪師 點兄罵小聖禪師說無事慘 那石雙永 這個又是一個禪師 石雙永 令人傳以耶 迅在洞山 悟古盡因年 其事說無事慘 這個是石雙永 石雙永他說 迅在洞山悟古盡因年 其事說無事慘 你罵他自私卻一隻眼 石雙永 這個石雙永 這個石雙永 就傳以給崔元貞 講說令人傳以 說迅在石雙永和尚 令人傳以給崔元貞 說迅在洞山悟古盡因年 其事說無事慘 你罵他自私卻一隻眼 石雙永和尚 令人傳以給崔元貞 說迅在洞山悟古盡因年 雲基不畏產 因為他是在雲基 小聖在雲基的地方 雲基不畏產 洗腳上船免 冬瓜竹籠洞 扶子起彎彎 這個是他 他說他的那個悟禪 悟道的境界 他的修行的境界叫做 雲基不畏產 洗腳上船免 冬瓜竹籠洞 扶子起彎彎 永和尚也做宋耶 說石雙不會產 因為他是石雙 他還和他產 雲基不會產 石雙也不會產 他也是洗腳上船免 他也是洗腳上船免 枕頭 枕子譜落地 打破長治莊 這次講著他們的修行的境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下面再想下去 你們才知道說這什麼叫什麼悟禪 禪是造理是什麼東西悟 他上堂也 就是那個小聖禪上堂 之方有弄舌頭剝虎尾 弄舌頭剝虎尾 那是用很多很激烈的手段 他意思是說很多人 脂肪去倒置很多人參產的時候 弄舌頭剝虎尾 都是很激烈的手段的意思 跳大海還要跳大海 還要見日裡長生 就是說很困難要參產 都是用很多很不容易的那個境界 所以來教人家參產 就好像在弄舌頭 弄舌頭很危險的時候 會被咬到的話 撥虎尾 撥了尾巴 你去撥它就太危險了 跳大海跳到大海 旅樂器也是很危險 見日裡長生都是很危險 就是說 之方所設的這些蟬的 修蟬的那個各種的方法 都很困難的意思 銀姬這裡 他說他自己這裡 銀姬這裡 寒天熱水洗腳 寒天熱水洗腳 寒天熱水洗腳誰不會 晚上太冷了 要晚上睡覺之前 要把腳洗一洗 就用熱水 本來就這樣 夜間脫襪打碎 它這個字是 古代的字是襪 是同樣的 但是偶打 找這個電腦裡面字打不出來 古字也打不出來就是這樣 叫夜間脫襪打碎 早上懸打行慘 早上早起來的時候懸打行慘 風吹離島 風吹離島 如果說 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做些什麼事情 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做些什麼事 早上 早朝懸打行慘 就是你要做各種事情 風吹離島 患輪敷 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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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的法使 小盛三师是问秀元通 你见怀和尚有何缘迹 就说你们的师父 天地一百 他有什么缘迹 秀起怀的投机诵 秀元通就挤他师父的投机诵 他的投机诵 我去把他的公案找出来的话 他的投机诵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万润风头独立 离之下夺名之 一言堪不为谋己 那个师爷不好 小盛三师都不好 说你这个投机诵 没有什么好 不好 是这样 那说他别有什么缘迹 还有什么讲什么缘迹 能够让人家悟到的 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小盛三师 有一次见到秀元通的时候 问秀元通说 你见怀和尚 就是你的师父 怀天地一百 有什么缘迹 秀就挤这个投机诵 挤这个投机诵 这个小盛三师说 这个不好 这个不容易悟到 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话吗 意思是说秀元通就讲说 一日有长老来 来参 长老就是修行的人 大部分都是 有一些年纪的人 还是借大比较高的人 我们称他为长老 就是秀元通就讲说 有一日有一个长老 来参他的师父 天地一百 这个小盛三师才称赞天地一百 他这个手段真是善之士 为什么这个是善之士 我们再给他看看 就是有长老来参 那个盛三天地一百 因为出家里有那个佛子 有佛子 说就这样打这佛子拿起来 那普通拿起来 会吗 不会 那个怀云说 耳朵两片皮 牙齿一剂骨 那耳朵本来的两片皮 那还有什么好 好讲的 耳朵两片皮 牙齿一剂骨 是他捏成三十四 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这个他讲的 这样跟他物流的古今为谋前 是不是同一个物今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才赞叹 天地一百 他的这个禅的那个表现 是干净利落 为什么干净利落就这样 会吗 你不会了 这不用再讲了 你修行修到于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去参与一个禅士的时候 他的一挤一动 你都要留心 他这样问你的话 你不会的话 那就是你的物今 还要在还有在还有在那个努力 我会有什么好想的 我会有什么好想的 我会有什么好想的